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泽东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留下的亲笔证词 杨 开慧生前将一些手稿藏在住宅墙壁里 80年代修固居时发现了 湖南党内刊物上曾予以刊出 前几年湖南来人告诉我 有些要害话被删去 如说毛是生活流氓 政治流氓 因为他的哥哥杨开志 1929年去过井冈山 杨开慧知道毛泽东娶了贺子珍 当时他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长沙东乡六十里的板仓 生化十分穷困 生命违在旦夕 毛泽东两次打长沙都经过此处 就那么一点路也不去看一看或带回井岗山 省长和建为报仇才将杨开慧逮捕 逼他登报同毛离婚 他不应允于是将他杀害 杨开慧 杨开慧他的父亲叫杨长纪 杨长纪原来是要把杨开慧给萧子生 就是萧山的哥哥 那是萧子生结婚了 所以后来在北平到北京来的以后呢 毛泽东妈妈就给杨开慧好了结婚了 生了三个孩子 在二八年的时候 杨开慧的家是在长沙东乡六四里反昌 毛泽东两次打长沙 经过杨开慧的家 没有领导 为什么呢 他二八年一上井岗山 结果贺子生 杨开慧也知道了 因为杨开慧的哥哥 当时是地下省委 杨开治 杨开治二八年到了井岗山 所以回来告诉杨开慧 杨开慧后来出现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呢 后来湖南大概八十年代啊 帮杨开慧这个家固剧啊 修理 车墙呢 就发现了杨开慧的很多书信 笔记 湖南的党内刊物啊 就把杨开慧中去搞了一本 印出来了 这个我看到了 张庸不是写的一本书吗 毛泽东的 那本东西我都给张庸看了 英国类的 前三年 忽然来一个老同志 一个女同志 也是为他父亲的事情 他就告诉我 杨开慧那个元件啊 有很多人看了 宣调的一些 他就告诉我元件里面有八个字宣调了 杨开慧对毛泽东怎么看法呢 八个字 生活流氓 政治流氓 这是很准确 很准确 所以毛泽东人呢 将来要真正搞清楚啊 就是了 档案管的一万多件呢 没有毁掉 将来允许大家看 现在不让看了 他在延安整风的人品是写过七封信 胡乔毛当时在延安是看到了 胡乔毛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订查 请不吝点赞 订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